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规放疗呢 大概费用从定位到放疗结束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 费用大概是在一万元左右 医保可能能报销70%左右 而精确放疗现在目前主要采用的是条墙放疗 定位费呢 大概是在六千左右 放疗疗程是三十到三十五次 一次的费用大概在一千二百元左右 就是精确放疗的总费用应该在四万元左右 医保可以报销支付到三万元左右 个人只需要掏一万多元就够了 目前主要采用的放疗方式是精确放疗 精确放疗呢 可以更好的 把射线聚焦与肿瘤 提高肿瘤靶区的放疗 。 继续放射 1个月 隔肠 5分钟 不用用 1个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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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